很多人每天都会打工 但是随着我们打工的时间越来越久 我们就发现啊 打工离我们想要坦着赚钱啊 那个目标还是有点远啊 那么我就会从之前的打螺丝到后面做自媒体 这些一路讲过来 从很累的赚钱到坦着赚钱这些都会讲 今天开始前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的平板 他只有33%的点啊 然后不支持我去打好那个草稿 然后做好那些草图 所以我今天就只能用视频来跟大家列下这个大杆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 所以今天就没有 我需要看的手机啊 可能看你们就看的比较少啊 当然你们也可能不太需要一个男的去来看着你啊 这个也是有点奇怪的 好 那么然后这个平板 那个我后面去买了个平板 买了个白板啊 买个白板就 你就不需要再看到我去拿平板去做 后面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好 今天就来先讲一下啊 打螺丝的第一步 第一步啊 打螺丝啊 我们先来讲一下打螺丝啊 最爱的打螺丝啊 我的光辉岁月啊 都是 和打螺丝度过的啊 打螺丝这个首先它有个什么区别呢 这个其实和我们 打工是一样的啊 首先我们去打螺丝最终是 我们充满我们的时间 充满我们的时间去 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时间 无论是你去打螺丝还是给别人去上班啊 最终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嘛 它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 那我们怎么去拓展自己的时间呢 除非你能发明一台时光机 那那个时光机 你今天打到6个小时啊 我穿越回去啊 我又到早上8点 我又去打 我一个人一天 打5个人的螺丝 5人份的螺丝 我就拿5倍公司 但是啊 除非你发明这个时光机啊 当然你发明时光机 你也不需要去打螺丝了 你可以去卖给那些 想要穿越时空的老板啊 他肯定想要去做 做这些东西啊 所以这个打螺丝 他的那个赚钱第一很累 然后他的时 他最终卡住的那个赚钱的上限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你的时间就只有24个角度 所以你会被卡住 所以这个打螺丝 这个就是我之前发现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他的时间是卡住的 然后我就需要去想着一个办法 怎么样子脱离这个时间的限制 然后就到了我的第二步啊 就是大家知道的啊 我的电商啊 电商就是你在网上卖东西啊 卖东西这个东西 但是我发现很多在评论区里面啊 教你们去做电商交流的那些 但不要去信啊 他妈的我都伤了几个 那个评价了 那个评论啊 那跟个傻逼一样 一直在发那个评论 真正他们赚钱的话 他们不会去带你们的 你们也不会去相信那些东西啊 他怎么会带你一个陌生人呢 所以啊啊回归正题啊 还是讲回我们这个电商这个问题啊 当时发现 打螺丝这个时间 我难以突破24小时是吧 然后我想着不能出卖我的时间 那么就我就出什么 我直接卖产品 比如说我卖一只白板笔 我卖一个你可能就一秒钟就成交了 但我一秒钟我可以卖五六支笔 对吧 我只要挂在一个平台上面 我就能卖五六笔 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哦 我需要去突破这种的时间限制 我就要把那个产品挂上去 每时每刻都可以有人买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就完全脱离掉我们的那个 时间限制啊 我们就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不需要时间啊 没有问题 你想卖多少取决于你 能有多少人看到你的产品 并对你的产品心动啊 这个就是做贴电商的优势 但是做电商啊 你还需要有一些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啊 我之前做的是 比如说你像淘宝啊 拼头多这种 我先打个踢吧 我今天没写淘稿啊 这个确实 画读的时候 不太没有打好那个淘稿 所以画头的时候就比较随便了 这个淘宝和拼头多 这种平台啊 首先啊 还有抖音啊 再加个抖音啊 抖音画个符号吧 可能也不太像啊 反正这个抖音啊 大家记住就行了 然后淘宝拼头多抖音 这种平台呢 你如果下去卖东西呢 他们是要收你钱的 你不你不抽钱 他们干嘛要推你的产品呢 干嘛要告诉别人 你的产品在这呢 他们只会 别人谁给的钱多 他们就会推谁的产品 所以这个就是做电商 你最终是逃不过这个平台的限制啊 你需要不断的给他们去交保护费 也不是要保护费吗 这个就相当于 他们把你们挖到这个平台上面来 然后你们去里面分享这些人啊 你需要花一些钱的 不是说免费就能去做的啊 然后这个平台也是无法突破的 对吧 你赚钱 最赚以后被这个限制 你想要赚一块钱 你就要先把钱丢进去啊 然后再出来 这个就是 又是这个电商的毛病啊 然后当然也有啊 淘宝拼头多抖音这些电商 他如果想要让你去 你除非你的产品 真的特别牛逼啊 就是就是什么呢 淘宝拼头多上面没有人卖火箭 对吧 Elon Musk啊 他过来 他说 兄弟们看我火箭大降价 他都不需要降价 他直接告诉我 我卖火箭啊 那个就只有他一个人卖火箭 是吧 那么 这些平台他就会给你推 但是啊 你想着我们一个普通人 对吧 家里又不是开厂的 怎么去找这种产品啊 怎么去造火箭 怎么去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产品 这个虚效方面 你还需要很大的工产了 所以这些大部分 不是我们绝大部分的 然后 不是我们绝大部分人之后啊 我们就也没有办法造出自己的产品啊 也没有 也不想去给他交钱啊 然后也 这些种种问题啊 然后我们就 我就当时我就想着 既然有这些限制啊 那么有什么办法 不需要先交钱 也能开始赚钱呢 对吧 我就想到了自媒体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自媒体这个上限 其实在我看来啊 它是会比做电商一个店铺 它的那个上限啊 至少对我来说啊 它那个上限会 比如说这个上限是 比如说打螺丝啊 打螺丝它这个上限就这么高啊 做电商它可能就这么高啊 不止啊 其实电商这个肯定不止啊 比如说打螺丝就这么高啊 做电商可能这么高啊 然后如果做自媒体的话 它可以这么高啊 所以它这个其实比 在我看来比电商还是要更好一点 但是这个自媒体 我后面会单独讲一些 非常详细的啊 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自媒体重招的种种问题啊 然后再来讲一下 这个做自媒体 这个当然你做电商 你这也是需要回复回复来的嘛 你还需要做服务嘛 你也需要投入这件事情 做自媒体 虽然你也需要投入这点时间 去做视频 但是 它还会带来两个不同的地方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那个叫什么 装逼啊 比如说你看 我的多少粉丝很装逼 这个是首先不可否论的一点啊 做自媒体肯定有这个 需要这一块的属性 但这个不是主要的啊 它就是还是要赚钱啊 然后还有一个 它赚钱 赚钱的上限也特别高啊 它 很容易突破这个电商的这个赚钱的上限 尤其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啊 而且它是不需要你去 不需要你去 不需要你去什么 不需要你去 你只要做出好的视频就行了 不需要去开场啊 不需要去投广告啊 这些都不需要啊 你只需要把你这个 品质打摸的好啊 就能 平台就不断的推你啊 因为他们也不想从你这赚钱 他们是从广告商那边去抽成的 所以他也希望你做的更大啊 平台就会更多人 但是 做视频 我告诉你 做视频我做了这么久 也发现这个缺点啊 首先这个就是突破不了时间限制 突破不了时间限制 还是讲回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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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媒体 这个还有一个缺点 我跟大家讲一下 虽然这两个也很重要 这两个是比较大的优势啊 他那个缺点就是什么 缺点就是 你如果不做视频啊 你一周不做视频 一年不做视频 你慢慢就会被遗忘了 然后广告商也不会来找你投广告了 别人都不知道你是谁了 所以做自媒体这个就是 你如果不去 持续的去 做做东西啊 你也会被遗忘 所以这个就是自媒体的确定 你需要一直去做 然后你每个视频 你还是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嘛 就像我每次做这个视频 我也需要投入差不多 一周 我差不多需要投入六七个小时 去把这些视频做出来 比我运动的时间还要多 所以这个就是自媒体的这个问题 然后 现在其实我已经 差不多放弃自媒体了 这个纯粹就是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少踩这些坑啊 希望这些对你们有用啊 然后再讲一下 我后面要去做的产品啊 导致电商自媒体 这个我先卖个关子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之前这个问题 这个是因为我要突破 这个24个小时的时间限制 而想着我通过卖产品 我就能突破这个限制 因为我不需要 打螺丝 我一分钟一秒钟最多打一个对吧 我不可能 打螺丝 打过螺丝的人都知道啊 那个螺丝上面的披头就只有一个啊 你一秒钟只能打一个 但卖东西呢 我只要一个平台里面 可能同时有五六个人来买 只要在那一秒钟之内 所以这个他的上限是会比那个高一点 但是他这个需要投钱啊 然后需要你投钱去 然后还有一个好产品 你才能真正的去壮大钱 这个首先投钱第一步就 很多人并不会去投钱 也并不会 并不太会去花钱啊 这个相对来说啊 绝大部分都不太会花钱啊 我们普通来说不太会花钱 然后一个好的产品啊 大部分也不需要我们去推广啊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把那些 不好卖的产品啊 以不同的方式把它卖出去啊 这个才是做电商的 把这个产品推出去的一个核心 那才是最重要的能力 但是 做电商这两个其实 和我们普通的也没有太大关系啊 因为我我自己我觉得我突破不了电商那个上线 所以我才选择做自媒体 但做自媒体也有个问题 就是你不做视频 你就会被遗忘了 所以这个后面我其实也不打算做了 因为你毕竟还是需要 这个做到最后你发现 还是你做一份时间 做一份视频有一份赚钱的 地方 但是啊 当然他这个会比打螺丝肯定好一点 因为你是不断的在积累的啊 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做视频没能看 那后面 做十个啊 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 那视频慢慢就会积累一部分观众 所以你这个曲线是这样的上升的 然后打螺丝那个 就一直是这样子啊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 你那天手 不累了 是吧 你就会打的快一点 但是你随着年龄越大 你其实做这种机械性的动作啊 你的反应能力啊 还有那些能力 肯定没有年轻人那么好 所以会不断的又不断不断的下降啊 所以整体是下坡路 那做自媒体这个你可以不断去叠加吗 讲好这三个 不同的行业之后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后面要去做了那个行业 他都会比前面的都会更加的优秀啊 这个就是就真正是坦的赚钱 就是你要真正的去做一个自己的产品 真正的做一个自己的产品 把一个产品做好之后呢 首先它的第一步肯定会很难 啊它的第一步 先讲它的优点 先讲它的优点 为什么要做一个产品 他赚钱了 他赚钱就会很清楚 就你做出一个产品 比如说你做出 微信 草稿没拿微信都危险啊 我就画个小年龄气泡吧 比如说你做个做个微信 你做个微信你 下次你还要赚钱的时候 你还需要再做一个微信吗 不需要 你只需要去维护这个微信就好了 比如说 啊 这个语音读秒啊 他不能正确的读秒 对吧 你不能跳到中间去播放啊 你只需要去把这个功能改一下就行了啊 这个就 继续会有人去使用啊 你后面你一开始投入的会 一开始投入会 比如说一开始 就是说一开始投一百块钱 然后后面慢慢就 慢慢就开始越来越低 可能一天只要投入一毛钱 但是他赚的钱啊 依旧不比之前投入那么多钱差啊 他他赚钱的能量 他是这样子的 他持续往上升的 但他投入的精力啊 最后是越来越小 只需要维护就行了 这个就做一个产品的好处啊 当然 大家可能说啊 我不并不懂程序员啊 但我们就可以去设计一个产品啊 比如说 这个产品啊 就我之前其实 有过分时间讲过这个AI产品啊 这个产品是一个讲话的一个产品啊 那我并不想想拿他去举什么例子啊 现在只是拿来挂这个东西啊 他这个产品啊 他除了这个 微信这种产品 你还可以去找一些新兴的产品 新兴的产品 如果这个产品啊 这个其实 这个我最终讲的是要自己去研发产品啊 但如果你不能研发的话 你可以去自己去找一个新的产品 一个产好的产品 你如果做好了之后啊 他也是 比如说 那个仙人掌不好看对吧 我可以把它换成一个什么呢 换成一个大家喜欢什么的啊 比如说我可以换成一个 呃 萝卜的 换成一个萝卜的 换成一个猫的形象 是吧 我就可以不断去把这个升级 比如说女孩子不喜欢仙人掌 我给他换成什么呢 给他换成 找迪士尼合作啊 把那个产品 大家也会愿意去为这个产品付费啊 只要把这个产品做好之后 我后面就只需要不断去调整啊 去维护这些 维护这些什么 外观呀 他的一些通讯的评断呀 然后他的按键的手感啊 保证下去维护这些就行了 我不断去维护 大家就会 持续的去喜欢 也没有什么说啊 我这产品通常卖的卖的就不能卖了 是吧 不会像做视频那样 你今天不做视频就没放置了 那个产品做好了之后 你把那个原型开放出来之后 大家会不断的去买啊 今天我买了这个 然后我分享给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第二天也可能会去买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做一个产品真正的魅力啊 当然他有一个 很大的缺点就是你一开始的投入会特别特别高 比如说你做这个这个 现场讲这个你首先要学会 学会工程怎么运作啊 他里面的PCB板啊 他里面的那个线路怎么焊啊 然后他不同的模块啊 收音模块 还有那个麦克风模块啊 还有他的开关模块 还有联网模块 还有他的数据传输模块 还有他的外形外观怎么缝制啊 怎么藏在这个玩具里面 这些都是你需要去学的 当你学好这些之后 你再把它组成一个产品 你就拥有了别人大部分抄不过你的能力啊 所以这个就是 做好一个产品 他的会比前面的优势都会大很多 只要你把一个真正的产品做好 是能赚很多钱的 然后如果你想 做最终我其实推荐你做软件啊 如果你要找工作的话 我会推荐你去 你还在学习的话 我推荐你去学代码 首先第一个学代码 他本身他的下 这个下次再讲 再来讲一下 再讲一下 然后这个形成做完一个实际场景之后 并不是说要你去卖 如果你真的产品真的好卖啊 你不断的把他们卖给别人 让别人去卖啊 他们先给钱给你啊 然后你再把产品生产给他们 而且甚至你不需要向卖产品 你首先要有现成的产品 再去卖 如果你自己做了一个产品 你可以先收他们的钱啊 说你押 付50%的定金 我帮你生产100个 然后我再 收到钱之后我再 招工人嘛 招临时工 做什么工人 然后把这个产品生长出来 生长出来再把他卖给那些人 那首先是先拿到钱 再卖出去 然后你如果是一个好产品 根本不不投卖啊 他们都是求得你进啊 然后那个货量也很高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市场方式啊 所以打螺丝这个最 我之前经历的最垃圾的一个阶段啊 你的时间就只有那么多啊 除非你能造出齿关机 第二个做电商 电商一直卖别人的产品进货 这个主要赚的是一个信息差 然后还有你的出发思路啊 你的产品思路 但最终你还是要需要给平台给钱的 你不给钱的话 其实你卖不出什么太多啊 平台也要赚钱了嘛 然后再次第三个就是自媒体 自媒体这个 最终说实话 你不出视频的话 你还是赚不了钱 这个你毕竟还是要被 你的本身的时间给限制 虽然说这个时间是慢慢的 增上去啊 但是最终敌不出一个产品 你像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什么呢 就是啊 我脚有点痛啊 我带一个 这个肥皂 你说舒福佳这个肥皂 他他这个能 几十年生长出来的 他现在都能赚钱 他根本不需要 舒福佳你就增加香味就行了 对吧 增加香味有多难的 你知道别人有这个 知道你舒福佳这个产品 他们就知道啊 我要去买这个舒福佳 无论是他什么 你只要把那个香型啊 你从玫瑰 荔枝味 马上要吃的味道 你知道不断去升级这个味道 你这个产品就会一直有人消费啊 这个舒福佳 他卖了十多年 他现在还能卖啊 他只做出一款产品 能养活一个公司养活这么多人啊 你想一下这个会比 这个这媒体收益要高多少啊 所以大家最终赚钱 我估计啊 最终还是要 真正想要赚大钱啊 坦的赚钱啊 最终还是要做 做出自己的产品啊 无论是 软件的 还是现实中的产品 还是风扇 还是空调这些 做出一个产品啊 够你全家 吃饱喝醋 吃饱喝醋啊 不愁 首先这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从操约到坦的赚钱 这几个 思路啊 你们如果是这里找工作的话 其实也可以 按照这个 看一下 这里在哪个时间段啊 这个 好了 那这期就讲到这个 然后下一期啊 我会再讲一下啊 怎么样 因为你开启这些 你还是需要一个 思路去把你打开 到最后一个产品去赚钱啊 然后下一期视频 我就会讲啊 怎么样开启你的赚钱思路啊 这个很重要啊 然后我是船长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